新年開工日 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 連昧到總統府內的各單位拜年 同時也發放春聯 也由於過年之前很多春聯超強手 所以蔡總統還開玩笑說 要大家不要拿去拍賣 不過大家更關注的 就是下一屆NCC委員的提名案 因為外界也預料 現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應該得做適度的妥協 一身潛藍西裝 跟來總統府參觀的民眾say hi 總統蔡英文神采奕奕 開工這天給員工拜年 突然天外飛來一筆 全場笑歪 不要拿去拍賣 勇士 勇士保存 這千名春聯珍貴的雷 畢竟蔡總統即將畢業 520後要交棒給身旁的 副總統賴清德 最後一次合體新春團拜 要尋遍總統府裏裏外外 未來賴清德當家 但就算蔡政府進入看守內閣 總統還是握有人事任命權 立法院開議第一道難題 就是NCC委員人事提名 中廣董事長趙紹康曾建議 七位委員推薦按立院席次 藍綠白3比3比1 趙紹康的說法 我認為這完全是沒有憲政之勢的 一來他違反了行政的人事權 二來正因為NCC是獨立機關 他的委員任命就應當有公正性 要有超越黨派 強調NCC人選應該超越黨派 蔡賴雙邊溝通 年後展開 初步共識人選必須能適度緩和 朝野對立氛圍 若不能向藍白陣營遞出橄欖枝名單 在立院要闖關 恐怕有困難 各位對清德兄如果多研讀一下 了解一下 他是蠻務實的 他面對520以後的證據 我想他現在去尊重蔡英文總統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NCC委員是蔡政府任內 最後一次人事案大權仍掌握在蔡總統手裡 蔡賴新舊政府交接ING 提名默契有關賴政府520後人事佈局 記者陳仁婷 夏君辰台北通報報導